你不要再去吧 對於對於比較辛苦 對於對於比較辛苦 不會 不要這樣想 我們來看到這個十四頁 這之前我們有解釋過說 這個天經驗的故事長 他很擔心莫法實習一些 眾生啊 或是因果 然後遭遇到很多困難問題 儲錢 那這時候呢 該不會是好 世尊就請出地藏菩薩來 來回應 皆經驗菩薩的這些困惑 那經驗菩薩也會回應說 世尊那我是在請你來給我 回答這個問題 那你何以不說 禦令地藏王菩薩而言說之呢 這時候 除了我從所謂的等級大菩薩 來了解這樣的一個 這些大菩薩他們的大願之外呢 那事實上呢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意涵 所以 佛就告監禁性 如陌生高下降 其實這句話很重要 其實這句話呢 在我們做作裡面啊 有一句話來講的直接 叫做 三個臭皮教 在盛過諸葛亮 甚至呢 在佛門裡面呢 它不同於 釋迦牟民所呢 最早之前 印度的佛門教呢 它有最重要的一個核心點 就是眾生皆平等 人人皆有無來場 這樣一個觀念 那這樣的意涵呢 就是讓我們去 體會到呢 我們要向很多的善知識來學習 三人行必有無事 那你不能喔 只針對 喔喔你是世尊 或是你是我的老師 所以你講的話才是對的 我的其他人 我的其他的善知識 那他們講的話 就不是對的 那你可能就去鄙視他 不去接受他對你的一些 建議的良言 那這種現象呢 如果把它想的更寬寬的話呢 也很容易發生在 家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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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嗎 我最不喜歡聽到 有些父母 在指望他們的小朋友 那你小朋友什麼都不懂啦 講這個什麼東西啊 有時候我們父母 會不會有這樣的反應出來 你是小朋友 你什麼樣都要懂 但是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赤子彈性 有時候小孩子 他講出來的話 是最真實的 他沒有這支心機啊 他直接要講 那這就是造成呢 我們在面對很多 善知識的學習的時候呢 你永遠要記住 我們都要秉持一個 謙卑虛心受教的心 來學習 尤其呢 針對很多小朋友喔 對你的一些戒嚴 這些小朋友在表達 他的一些觀念想法的時候 請你絕對不要把他當成是小孩子 像我最近這幾天又看到什麼新聞啊 什麼台大的學生啊 又有一個兩個三個什麼意外隊友啊 還是什麼諮商隊友啊 其實這是一個 不是學校要去思考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把這個怪追到什麼 學校啊 老師啊 霸凌啊 風格壓力啊 都是很嚴重的偏差數字 人生的成長過程 他的核心根本 一定都是先從家庭父母而來採受 哪裡會是動不動就把他推給學校 動不動就推給什麼什麼 什麼的 什麼的 教育制度 那胡說八道 那你為什麼父母不先去反省自己 請問你對你的小孩子了解嗎 請問你有沒有尊重過你小孩子 他的想法啊 請問你有沒有尊重過 這個小孩子他去度太大 他跳脫的這個科系 是他真正內心他想去學習 他對這個有熱情 他想要去發揮的一個方向嗎 還是只是在完成 你父母沒辦法完成的夢想呢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人常常不犯了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就是你自己的立場呢 然後去找大師啊 灌頂啊 家持啊 要去跟隨什麼大的這個叢林道場啊 那其實搞到之後 都忘了自己真正要去學習的 重點目標是什麼 那孩子當然呢 表面說在學習 但都在土球區 所以我們從這裡呢 就要得出非常重要的這幾點啟示 對很多事情呢 要懷著虛懷若骨 謙虛的心思 接受很多人對我們的見言 不要再有高下方理想 甚至不要去追求一些 比較有名氣的大師 比較有名氣的山頭 比較有名氣的 我要考到最後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來學什麼學習 所以 這簡單來講就是說 他已經可以成佛了啦 但是呢 但依本願自在立故 什麼叫本願呢 地藏王菩薩本願寄可 我們就最熟知的地藏王菩薩 地獄不空 是無成佛 本願立故 就是在講這句話 因為他要成為優名教徒 他要來杜放地獄 地獄有兩種解釋 地獄第一個解釋呢 就是所謂無形偽盜眾生 你犯了很多的不好的惡業 你就被打到無間地獄裡面去 就地道母上所說的 這個地獄 但是地獄還有第二種解釋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人間地獄 就是你現在人世間 你受的這一些 你受的這一些 說苦苦海的折磨 這一些所謂 六苦七苦八苦 求不得苦 愛憎恨苦 苦的不得堪言啊 你每天活了 就好像活在 人間地獄裡面一樣 請問這些人 地獄部長 也需不需要來救贖呢 也需要 那用什麼方法來救贖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進到 不管是地獄部長本業機 還是戰場商業包機 他整個核心點 就告訴我們呢 全巧現化 隱映十方 講過十一點就是說 地獄王菩薩未來要來救贖 真正無形地獄的眾生 還有有形地獄的這些有形眾生 他全巧現化 所以我們發現呢 地獄王菩薩呢 相對其他的等級菩薩 有一個非常非常 不一樣的特色 你去比較一下地獄王菩薩 跟觀世音菩薩 你就可以體會 全巧現化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來 我問一下這個詩解 我們看很多觀世音菩薩的歷代以來 各種朝代的造型 觀世音菩薩 有沒有一個特定的造型 特定的 有沒有 幾乎沒有 也就是說在唐朝觀世音菩薩是 這個男神生 到了宋朝變得是 很歐羅多姿的女神生 尤其到了現在 我們比較熟悉的觀世音菩薩 都是比較偏向女神的造型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偏向女的造型 那我們覺得比較溫柔比較清淨 就像媽媽這樣子 我們比較想要去跟她活動 是不是 但這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因為在唐朝送朝之前 不是 所以正確來講 觀世音菩薩並沒有一個很強烈明顯的特殊造型 那縱使觀世音菩薩 成為這種 一個菩薩神明的造神 造型之後呢 她雖然偏向 這個女性化的造型 但是 給我們第一眼的感覺 她還是 比較像這種 神明啊 仙女啊 這樣的一個現象 對不對 這感覺好像跟我們人 有那麼一點點 巨感 可是你會發現 地藏王菩薩 從一開始 有了以後 一直到現在 她有一個很強烈的造型 從來沒變過 初家眾的造型 有沒有發現 她一定就是初家眾 然後關著頭 要嘛就戴五方 五佛帽 穿著這個 這個 高身袈裟 要嘛就是很素顏 是不是 像我們這邊 有在跟大家結緣的那個 地藏王菩薩的佛像 就是 一個很典型的 很素雅的一個 初家眾的造型 所以你看一下 所有地藏王菩薩 她的造型 一定就是 初家眾的造型 為什麼她是一個初家眾的造型 她要讓你強烈的感受到 她也是個人 有沒有這種感覺 她要讓你強烈的感受到 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所有的初家眾 可能都是什麼 地藏王菩薩的化身 懂嗎 所以她獻出一個初家眾的造型 她不會像關世音菩薩這樣 哇 把硬化成各種變化 那各種 我們好像 不知道她 這個是什麼樣的造型 所以這個地藏王菩薩呢 跟其他菩薩最大的不同 當然還有一個菩薩呢 也是這種 全場現化 彌勒菩 有沒有 就是彌勒菩薩 明明他這個菩薩 就到我們中國以後 他變成是一個 大財神 遣著一個大肚子 那變 那 你看 這就是菩薩 他有沒有一直都在前巧現化 變成他融入我們 所有世人的生活當中 所以你看到彌勒菩薩 各位 哇效果常開 整個大人 而且他很精切 他很好 他這個大財神 所以你看 我願意加一加夫 有時候很多那個商家 我就供上你了 魂魏菩薩 魏菩薩 你會發現這是所有菩薩 一個很重要的 全角現化 引應十方 那各個菩薩 都有他 來 引應十方的一個 發揮重點 那現 出家重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重身呢 很容易可以來接近他 可能所有的出家重 都是地藏菩薩的硬化身 那他跟我們 也是像一般人一樣 沒有太遙遠的距離 好這個就是 全角現化的重點 好再來 雖故普流一切薩圖 長期工業 而以武卓二世話意偏厚 好 這句話就是說呢 雖然地藏古早已經 油騙了一切薩圖 但是呢 他對於武卓二世呢 話意偏厚 武卓二世其實指的就是 我們末法時期的所謂 娑婆世界的這一些眾生 他可能在宇宙當中 可能有很多的愚民 有很多的世代 有很多不同的人類 但是呢 他偏偏就對於我們這一個 娑婆世界的 這個什麼東義戰舟 這個地球世界的人民呢 特別有感情 比較偏重 依本願意所需需故 及眾生硬化 硬壽化業故 以從十一節來 莊園此世界 成熟眾生 好 世故 世故 在世衛中 身向 端顏 威得 殊聖 為族 無來 無人 過折 又於此 世界 所有化業 所以化業就是 幻化到這個人世間來 要來 在 杜化文這些世俗 剛才我剛才講的 關世衣菩薩 尼勒菩薩 唯族 遍及 跟關世衣菩薩 等 諸多大菩薩 皆無能及 所以這個時候 釋迦牟尼國呢 也順便把什麼 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 這五年 等絕大菩薩呢 順帶 又再介紹一遍 那這個遍及呢 應該自己就是 無須菩薩 還是 無樂菩薩 我記得應該是 無須菩薩 總得大菩薩 那 這個也是進一步呢 讓我們請體會到 地藏菩薩 就老師先前所講的 他整個的 修為的程度 已經是 是 跟關世衣菩薩呢 完全 等同於佛的果位了 以示菩薩 本四月曆 素滿 眾生 一切所求 能滅眾生 一切 眾罪 除出障礙 獻得 安寅 又是菩薩 名為 名為 善安慰說者 那 小小的這一段話呢 就進一步的在 強調地藏菩薩 因為 他有本事願力 就是 地不空 是不成果 這樣的一個大事願力故 所以他會用盡一切 他的智慧 他的願力 他的發息 來素滿眾生 一切如全 其實這句話呢 跟在 廟法蓮白天裡面的 普能平 觀世衣菩薩的 這一平裡面 有沒有很類似 所以觀世衣菩薩 我們就把它稱為 叫 文生就佛的一個 一樣的 大事願力的大菩薩 但 接下來呢 能滅一切 能滅眾生 一切 眾罪 除入障礙 獻得 安逸 這個呢 就是讓我們記得不去體會呢 如果願意來相信 地藏王古早 然後 在他的本事願力故 在他的大菩薩之下呢 他還可以來幫忙 消除 消滅 我們眾生 累生累世以來 很多的重罪 甚至幫我們 化解很多的障礙 讓我們 可以免除那些 觀魂的 戰亂啦 世界之間的災惡啦 甚至呢 那些 優步衰老啦 所以 安 癮 或是叫安穩 就可以讓我們的內心 得到 很 平穩 很安靜 不會再受到這些 業障因果的干擾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 在原世界呢 大家對這個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都非常的認同 願意來追隨 供奉他們 那 下面這句話呢 其實 又非常重要 又是菩薩 又為善安慰說者 善安慰說者呢 就讓我們進入去體會 如果菩薩真的要來 避佑我們 照顧我們的話 他一定要有非常多的 叫有形的作為 那這種有形的作為呢 他又如何可以來安慰我們呢 他又如何可以來 讓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有些因果業力 又如何來化解 我們這個 累生累世的 一切重罪呢 那又如何來 處租我們的障礙呢 這個就是這一本 斬茶善命暴君 最重要的核心重點 因為他總是 要有一些食物的做法 才能夠進入 或者幫我們的重罪 幫我們的障礙 都化解掉 讓我們的心得也安慰 讓他成為一個 真正食物的 善安慰說者 那這個時候 所謂 該怎麼做 重點就來 就是在這一句話 巧說生法 這一句話多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他如果能夠成為一個 善安慰說者呢 因為他 他的表現的模式 叫做 巧說生法 就是把很深套的道理 很難懂的一些觀念 佛門裡面的說法 他用非常全巧 方便 大家都能夠懂的方式呢 把它給說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不管是地上部罩本願經 還是這本 詹查善良報經 你在讀他的這個 內容裡面來講 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會不會很煙聞 會不會很吃無遮掩 是不是感覺最好白話 包括地上部罩本願經 如果你相對於 什麼其他的論言經 的話 或是什麼金剛經 你講最大最猛名的金剛經 你連金剛經讀起來 你可能覺得他的一些 措辭用語很好的 但是 你會不會覺得 他的內容好像很難懂 常最有的一句話 如來有所說法佛 佛也世尊 明明你就是我的世尊 你跟我們講經說法了四十九年 結果為什麼不去報 結果為什麼不去報 如來有所說法佛 佛也世尊 沒有 世尊你沒有說法 我馬上 要怎麼去解讀這個 他的這個經裡面的這些說子 就要搞得我們後世的人 要出於大本這個白話促解 金姐說金剛經裡面 很多裡面每次得去他的 說子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 很多經文都有他不同的意涵在 那詹草上院報經 關於地上部罩 他就是用了巧說生法 這樣的態度 能來善開導初學發育求大聖者 命如怯弱 重點就是他慢慢的來開導我們 尤其是正在學習這一些佛法的人 那地藏詹草法文最重要的精神遺憾 就是在巧說生法 然後能來開導我們 好 以如是等名言與此事件 眾生揚可 受貿得度 事故我今令你說之 我們把前面的整個 做一個非常重要的總結 這個總結呢 我們在世尊要請地藏化菩薩 來說法 除了前面的這兩個 介紹出地藏菩薩 他是等全菩薩 然後要破除我們不要分別高下降 最重要的第三個關鍵 因為地藏菩薩會給我們演說一套 好 巧說生法 巧說生法 好 令柱學者得理 開打的不得了的法文 好 這個法文 總算要正式登場 所以 十千基金菩薩呢 既解佛意以群其 雀錦地藏菩薩摩薩言 善哉真是善哉大致開示 如所謂惡事眾生 以何方便 而跨導之 以何方便 所以 地藏戰爭法文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便法文 使離諸葬得堅固性 好 如來經則 慧玉令無 說是方便 以當之時 哀女未說 好 所以你看方便這是非常重要喔 好 耳時地藏菩薩摩薩 與監禁性菩薩摩薩言 善男子 地聽 當未無說 若佛滅惑惡事之中 諸有比丘 比丘尼 又婆舍 又婆儀 於今世間 初世間法 因果法 未得決定性 我們剛剛講的初世要法 就是所謂的初世間法 還有世間跟初世間法 還有因果法 甚至不能修學 無常想 無想 無我想 不敬詳 成就現前 也不能勸勤寬 四聖地法 及十二因緣法 亦不勤寬 真無實際 無生無滅等法 以不勤寬 無是法不 不能畢竟無作 十二根本過錯 以三寶功德種種境界 不能專信 於三聖中 皆無定下 所等人 或有種種 諸障礙事 增長憂慮 或疑或無 或悔 以一切處心不能了 多求多勞 眾事千禪 所作定 思想腦亂 廢修道業 他地道路上 又把堅經心菩薩 之前所擔心 這些問題呢 他又再重複解說了一遍 尤其是儒是等人 面對很多修行 有種種出障礙事 或懷疑或或悔 或是一切 處理了很多事情 都不明白 那很多事情呢 隨便亂求 造成了很多煩惱 那所作不定 要來修行 要來學習 一下子要跟神 拿一個訪問 一下子要跟神 拿一個道場 這樣搞得乱七八糟的 重點就來了 有如是等障礙事 當又勿於向長 沾茶 善樂術士之夜 現在不樂其凶等事 原而固有 原盡則滅 業極隨心 向獻國旗 不失不患相應不差 所以 如是 地藏善惡驗報 小玉之心 與所疑似 以取決了 好 這個就是呢 我們在掌握驗報經 經過這樣的一番解說 然後要正式 在經營當中 來登場 也就是地藏牧場 發了誓願 地藏不空 師不成佛 除了要來解救 地獄裡面的這些 鬼道眾生 還要更進一步的 以所謂的全巧現化 方便善安慰說者的一個法門 就是地藏沾茶目的法 要來救服我們現世當下的 這些眾生 你知道嗎 你有受到煩惱禪生 你不懂因果 你不知道該如何去學習 你也不了解 你有什麼樣的善業惡業 你受到什麼樣的和和干擾 好 都可以透過地藏沾茶目論 一一來為我們明白的現化出來 好就可以讓我們化解 累世的所有的罪業 然後儲租我們所有的反馬障礙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學習 弘揚地藏沾茶法門 在經文裡面非常重要的來過告知 好 那這次經文裡面的告知 那我們再回過多來幫各位在複習一遍 在今天開頭我就馬上提到了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一部地藏法門 沾茶喪惡包經的沾茶目論 沒有辦法紅兩台 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在文字藏 我們太容易用狹義的 制義的觀念 你是殺生 你是偷盜 你是邪疑 沒有辦法用廣義的含義 沒有辦法用原來這些所謂的13頁12頁 它所代表的意涵 第一個是代表你前世人不好的情形 第二個是代表你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遭受到今次的詭報 再來它還要更廣泛的 從這個善業或惡業 更加廣泛的去延伸出來 它相關性的一些事物 而不是你那麼樣單純的 只是用所謂字面 惡業的意涵 就去論斷一個人的行為 或是他的極權 那當然呢 在這種慈善業 廣義的含義 比較可惜的一點 這一部詹長善略報經裡面 並沒有很詳細的去做結束 那這次造成呢 欸 你在禁錄裡面呢 你只告訴我們地藏文哲哨 要來傳我們一套 好 地藏的詹長目輪 它可能有三種名像 然後怎麼樣來詹直 怎麼樣來使用 你怎麼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 但是要實際的如何去解讀 實際的如何去應用 在圓經裡面 沒有解說得很詳細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 老師這二十幾年來 花了很多的時間 來研究這套經文 然後來為人家實際的沾沙服務 甚至呢 也寫了三本書 不斷的進一步的來詳細解說 你要如何來善用這個十三夜跟十二夜 還有它第二項 跟第二項的利用 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來上課 要來洪洋這一套法門 最重要的目的之所在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呢 我們在利用這第二堂課 把圓經文裡面的 詞句 做了相關性的一些介紹 那也讓各位健康的去了解 為什麼這麼好的一個佛經善法 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 廣泛的學習跟很好推動 好 那接下來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師姐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老師在上面 我們在公告上 是上十堂課 今天是第二堂課 好啦 入床架了 那十堂課做 會沾到嗎 這是純津 請問老師 請問老師 請問老師